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诠释了暴力美学的真正奥义 来自格鲁基亚的胡子杀手戴维特奇利亚 职业战绩 25胜10负14次KO 对抗支柱4星半 在诸神之战的八强竞技赛上 面对波及金头大卫加尔沃 戴维特奇利亚以大师级的空手道打击技术 最强的空手道对阵可怕的重炮 两位曾数度交锋的老友 即将在诸神之战八经四个擂台上 再次一较高下 这是一场兄弟间的狭路相逢 更是一场独欧至人间的残略厮杀 到底谁才能在诸神之战的擂台上 一战到底呢 有请兰方选手 来自乌克兰 安妮库 Go down Go here Go here 这是一场诸神之战 2015年的四分之一的决赛 乌克兰选手恩瑞克 这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选手 他是吉里小龙 小罗伊雄斯 穷阿里玉一身的智能型斗士 在上次的昆仑爵常德战 把澳洲的独蝎莫森的 是轻松玩于鼓掌之间 这次面对于胡子杀手戴卫奇丽亚 恩瑞克表示 他有点不屑奇丽亚的空手道 非常霸气的恩瑞克 有请红防选手 他是本届诸神之战争中 名声最为显赫 实力最强的世界排名 最靠前的选手之一 欢迎世界自由搏击轻量级冠军 来自格鲁吉亚的飞银 咱们开吕 制作者 胡子打手 哥鲁西亚的戴维特奇利亚登场了 现在今年27岁 获得了Glaury气量机的世界冠军 他是9岁提炼空手灶 15岁改练自由波机 而且是软流空手灶黑带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恩瑞克24岁 奇利亚27岁 身高方面 恩瑞克有着7公分的身高优势 而且恩瑞克有着更多的大赛经验 篮防选手今天24岁 身高1米77 职业战绩32胜5负 17次击倒对手 欧洲新晋崛起的自由波机新星 阿里库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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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方选手今年27岁身高1米70 职业战绩25胜10负 14次KO对手 Glaury荣耀格斗 世界冠军 9岁习武 15岁开始练习踢拳 卢源流空手道黑带选手 他与罗宾 黑安迪 亚桑克来 堪称当今世界中量级最强王者阵容 咱们 KD 都现场上赛了 毛景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昆尚传媒为您全力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类节目 昆仑爵 洛阳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博 我是昆仑爵 宋玉杰 这场是诸神之战2015年的四分之一决赛其中的一场比赛 恩瑞克对齐里亚 第一局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红方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大胡子 戴维特齐里亚 在之前那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是 这场比赛对恩瑞克来说 他是一位非常张扬的选手 上场比赛呢 他把澳洲独心莫森可以说是玩了三个回合 而且在局间的不停做出挑衅的动作 大家注意看到他像李小龙一样 把右边就是自己的强势的一侧置于前侧 这个还很少见的 是的 人员很多的观众以为他是个反架的左撇子呢 其实他是强策前置 对 那这场比赛大胡子杀手齐里亚呢 他能否再使出像上一场比赛 KO金虫加尔沃的这种单击重击的这种能力呢 像这种开局我们所没有想到 对于这个大胡子杀手齐里亚 他毕竟获得Gloria的这个青春冠军军 世界冠军 是的 实力了得 对吧 但他这种开局我们没有想到 而且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排除以后的 可能啊 齐里亚会使出这种冷招再次给恩瑞克造成致命的伤害 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是 恩瑞克非常技巧性的不给齐里亚这种空间 青春军点击 但是你没看到这个齐里亚实际在压缩这种距离 压缩你不是打吧打 没事没事来 你还没给我机会 没给我这种空间呢 他在等 实际上比赛看到篮方的选手恩瑞克 他的强侧前置呢 身体呢是几乎是成为一个纯的一个侧面来面对对方 实际上比赛目前为止胡子杀手齐里亚 也就是红方选手 打的还是非常的保守非常的谨慎 他这种谨慎并不是说因为我实力比你弱 我才这种谨慎 而是我这种防守是让你先出招 让你先不是说释放你的能量 他是没有给我很好的这种机会 随时准备好发力 对 报价非常的近 他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我们想到他会采取这样一种开局的一种战术 按说作为世界级的选手 首先我是要主动出动作创造机会打击你 他今天没有打反击打反击 你看防得非常好 你打随便打不进来了 根本就打不进来 你出动作创造打不进来 看到确实到目前为止呢 胡子杀手齐里亚的腿法显得张力还是不够 但是反倒是恩瑞克自己的左腿的扫踢 却完全是能够能够发作 而且是已经产生了效果 好第一局比赛结束 第一局我们感觉是非常快 太快了 我们看看戴威德基里亚从这个乌克兰的恩瑞克的第三回合比赛 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场比赛看到啊 蓝方选手恩瑞克也是非常的警觉 因为这场比赛不能 没有了上一场比赛的这种非常张扬的这种情况 我感觉今天这个好像你看那个红防选手这个齐里亚 他好像就想在今天比赛就采用这种战术 第二回合开局还是这样了 一模一样 但是这种压保式的这种 可以说是去等待 可以说是突然发力出冷招重击的机会啊 如果说是到最后还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他的场上的整体的把控的直观的 在场外裁判的眼里面是不利的 对 现在他在削弱这恩瑞克的这种 你的攻击的力量 恩瑞克就在想我不管你怎么防 我就一味着去进攻打击 至少在出招的次数还有频率方面的超过齐里亚 非常漂亮 这个射身技 转身的后旋踢 但这种射身技距离那么近 他敢用这种动作非常大 太可怕了 从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胡子杀手齐里亚 开始慢慢发力 最后说的直拳 现在我觉得现在那个恩瑞克要想办法 对方对自己的头部防止那么好的情况下 包括的右部 收得非常紧 就是你上过去也很难打进去 是吧 这时候对 用一些西装 用一些扫踢的动作 用一些扫踢动作 场赛毛景宇是非常严格来把控场上的节奏 这场比赛双方打的非常具有技巧性 全场的观众 压缺无声 真是压缺无声 都被带入了这场比赛的节奏当中 连续的非常立体的全反的进攻 接飞西 你看那个胡子杀手齐里亚 特别的从容 你看他在这防守当中 特别的从容 压缩距离 但是我怎么一直在等啊 其实到这场到现在为止呢 齐里亚 大家看到 恩瑞克又开始自己非常标志性的这种挑衅的动作 刚才提到的 那也不排除齐里亚这场比赛 去压宝真的要去放重击 来想要去直接KO瑞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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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双方又继续 之前两个回合的节奏 尔瑞克的这种点射 刚才一个扫踢腿是踢到了齐利亚 迎击的扫踢腿 到第三回合 现在这个胡斯沙路齐利亚 开始逐渐的把比赛带起来了 因为对于尔瑞克这样的选手 蓝方选手和尔瑞克这种选手 节奏感非常强 那么胡斯沙路齐利亚 如果说他不能破坏掉 尔瑞克的这种节奏 如果说是让尔瑞克 一再的是延续这种节奏的话 对自己非常不利 从第一回合到第三回合来看 今天这个蓝方选手 乌克兰的尔瑞克对于胡斯沙手就其大 你的这种打法 他已经是看完录像 是很有针对性的 我就靠着拳法 我不管你怎么风度 我就靠着拳法 一直压制着你 一直压制着你 这个时候来看到胡斯沙手齐利亚呢 在信心方面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你看自己中心在失控的情况下 仍然你看在那么短情我马上起来 平衡力太好平衡力太好 是的这个时候听到胡斯沙手齐利亚可以说是非常急促的呼吸 显得是非常的急 但是尔瑞克呢显得还是非常的平稳 而且节奏保持的也是非常的平稳 我们看到其他的这种海盗式打法 哎呀 那时候我在想 葛劳瑞的这个轻量级试列冠军他怎么拿呢 他这种海盗式就是通袭对手 就是通袭对手 你看他 不是我们想我们所看到那种 就一直主动进攻那种选手那种打法 你拿了冠军我们都非常认可你 看了你的技术一种全面性上 而他没有 是吧 你像维克多那种打法 我们大家喜欢看 赏心幽默圈对手组合 是吧 是的 非常连贯 你看他就典型的海盗式打法 但是至少啊 到目前为止 尔瑞克证明了一点 他赛前所说的 确实啊 戴维的齐利亚 他的这个控制道 在他身上确实不容易使出来 哦 这是 就是大武特杀手 这个戴维克 齐利亚 这种防守反进的打法 虽然场面上不好看 但是挺实用 实用 劳凯尼茨 不要摟爆 不要摟爆 你在困难决的比赛当中 啊 如果你再摟爆的话 那要对不起 就要扣你一分了 确实刚才已经对于双方 也是多次的警告 到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 齐利亚在前两局的这种保守 造成了他现在的为时已晚啊 三局打满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 恩瑞克能够挺进四强 看看他怎么判吧 看看他怎么判 这场比赛挺有悬念 很有悬念 看到高速摄像机看到了双方啊 在每一次对决的非常细节都非常逼真的画面 就是这个赢级的扫踢腿 打着大胡子杀手 齐利亚措手不及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一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翻唱比赛 蓝方胜 现在让我们的掌声欢送来自乌克兰的安瑞克 第二位诞生的诸神之战 四强选手走向我们的诸神殿堂 掌声送给安瑞克 有请我们的搏击宝卫 把至高荣誉的金色拳套戴在她的手上 恭喜安瑞克 掌声送给我们第二位世界四强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